难怪直到郭靖战死 魔教依旧袖手皇冠 你听黄蓉说了什么就懂了 神雕侠侣之所以如此经久不衰 除了金庸将快意恩求和儿女私情融合在一起之外 初中还着重描写了群雄如何保夹为国 而郭靖的那一句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更是让读者们热血沸腾 就连杨过也在郭靖的感染之下 化身为神雕大侠 他并出了个人恩怨 跟着郭靖在襄阳城一同奋力厮杀 凭借爱人销魂掌的威力 杨过击败了金伦法王救出了郭湘 随后杨过又甩出三里飞石 击毙了蒙古大汗蒙哥 毫无疑问 在金庸的刻意安排之下 神雕侠侣成了一部接大欢喜的圆满之作 就当读者们满意的和尚神雕侠侣的时候 谁又能想得到 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之势的郭靖 居然死在了忽必烈之手 在后续之作《以天图龙记》的原文里 金庸学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遜难 普隆刀不知下落 郭祖是当时身在西川 呆赶去想相救父母亲人 去以为时不及 出独以天图龙记的时候大惑不解 金庸为何要将郭靖写死 随着年龄见证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在真实的历史中 襄阳城的确被蒙古大军踏平 随后忽必烈还继续徽兵南下 从而在中途建立了大元王朝 为了沿用历史 也为了让剧情的发展 符合郭靖的性格设定 这才有了郭靖战死襄阳城的剧情走向 不过 郭靖战死之日 为何只有黄蓉郭普鲁陪在左右 当年一起 同郭靖浴血奋战的武林群雄又去了哪里 身为新武爵之一的杨过 历经了诸多生死磨难 他还和小龙女硬生生分别了16年之久 在击退蒙古大军之后 杨过决定退出江湖 他和小龙女在华山之巅和群雄作意告别 从此退出了这个纷纷扰扰的江湖世界 至于新武爵的钟顽童 周伯通 东学 黄耀师 南僧 伊登大师 都是几近百岁之人 13年后 他们早就落叶归根 受终正寝 除了这些老年高手之外 魔教中还有不少佼佼者 他们为何没有鼎力相助呢 要知道的是 杨过尚未退出江湖之前 他凭借自己的威望 曾喊来了一大帮外门学道 替郭香庆祝生日 此外 杨过还带领这些魔教众人 一起攻打蒙古军营 不仅割了三千士兵的耳朵 还将蒙古的大批粮草 烧了个金光 看到这里 有的读者会说了 这些魔教中人 都是杨过的小弟 随着杨过退出江湖 他们当然跟着一哄而散 可要知道 郭靖身为当时江湖的中流地主 他的声望绝不在杨过之下 可以预见的是 只要郭靖振臂以乎 不仅名门正派 就连魔教中人 也会赶到向阳城 驻郭靖一臂之力 毕竟郭靖弥扬天下 即便到了百年之后的倚天时代 郭靖的大名依旧响彻云霄 既然如此 为何襄阳城破之日 协助郭靖守城之人 却是屈指可数 其实 我们听一听 黄荣当年说过什么 就知道答案了 在郭襄十六岁生日之际 杨过绞尽脑汁 备了三份生日大礼 此外 杨过还让圣银师太 白草仙 人厨子 燕波钓手 张一芒等人 清零襄阳城 为郭襄献上生日礼物 本官郭靖黄荣 他们夫妇二人 近年来 为襄阳城的战士奔波牢牢 和圣银师太 白草仙这些魔教忠人 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然而胡四海 接兄弟也 为了抵御蒙古达子的入侵 郭靖黄荣夫妇 本可借着郭襄生日之际 让圣银师太 白草仙等人 一同加入到 驱除达鲁的队伍中去 笔者认为 只要郭靖开口 加上杨郭的面子 圣银师太 白草仙等人 必定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不过 黄荣却说了一句话 最终将圣银师太 白草仙等人拒之门外 原文学道 黄荣对郭靖说道 圣银师太 转轮王张一芒 这些人行事 孤邪忽正 喜怒不测 咱们虽然不拒 可是缠上了 也够人头痛的 眼前大敌压境 实在不能再分心 去对付这些怪人 倘若白草仙等人 真的到来 襄阳城中 龙蛇混杂 或有他变 在黄荣的眼里 白草仙等人 是一正一邪的怪人 黄荣甚至还说 他们是龙蛇混杂 黄荣的言下之意很明显 白草仙等人 终究不是善雷 他们来到襄阳城 或有别的目的 不难看出 白草仙等人 是受阳国之邀 真心诚意地来到襄阳城 替郭二小姐庆祝生日 然而黄荣 缺小人之心 不君子之父 对白草仙等人 充满了偏见 然而黄荣是否还记得 自己乃东学黄药师之女 当年闯荡江湖之时 也是一正一学 还被柯震恶 目视为小妖女 既然黄荣最后 都能迷途知返 他为何不给白草仙等人 改过的机会 反而是先入为主 一概而论呢 同样 杨康的确卖国却容 恶有恶报 但杨过却是无辜的 然而黄荣依旧 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他在桃花岛 抢了杨过当徒弟 不教杨过半点武功 反而让杨过 将四十五斤 背得滚瓜烂熟 杨过聪明绝顶 黄荣的异常举动 反而让杨过起了疑心 从而被杨过黑化 日后刺杀郭靖 埋下了导火线 再看白草仙等人 他们受杨过之托 怀着满腔热情 去了一趟襄阳城 可黄荣态度极其冷淡 他们自然也看得出来 随着郭相 生日宴会的完美闭幕 白草仙等人 最后也扬长而去 再也没和郭靖黄荣 有过别的交集